双胞胎的声音一样吗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杰子凌 大家都说双胞胎是可以进行面部解锁的 那么我们的声音是不是也一样难以分辨呢 好 今天我们就来给我们的好朋友 带着RK打一个电话 看他能不能读变出我们俩的声音 谈计结束 老大有电话 打不通 语音 喂 喂 在干嘛 我刚要冲那个流量直播去 哦 我还说晚上请你吃海里老婆呢 你不在我说 上完播去吃吗 我昨天在调整作息 那你到底去不去 你们几点下跪 不知道 我得问问子凌 你不就是子凌吗 哦 我问子减 你又怎么样 早一点还行不太晚了 这边改天 那我们到时候再看嘛 啊 行 那你那个 你一会儿你给子凌说一下吧 子减 啊 子减 你跟子减说一下吧 行 这是多傻了 那你这头是不清晰 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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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我们俩一直在换着给你说话 你听出来了吗 我太难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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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这样我们Derry给你删掉了 这不成了 这铁子 好不容易这样都没分清楚我俩声音 看来人类的感官还是有一些不准确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机器怎么样 好 现在这个已经录好了我的声音锁 然后我通过我的声音是可以登录的 那我先来测试一下 38902645 好了 已经是登上了 那我们现在再退出登录 换子杰来 38902645 哇 出场了 看来不许好分都分辨不出我们的声音 连机器也分辨不出来 以后别拿我手机器跟着我微信 今天是不要让我看你点手机 那你也是 多多说我都可能会说